刘璇能够当上皇帝不为别的 就是因为他是刘邦的后裔 而且呢他手中没有兵权便于控制 这样刘璇就被陆林军拥立为帝 刘璇并没有丝毫的王者之气 在迁都长安朝见群臣时 他还像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一般 不敢抬头见那些来朝贺的大臣 不过这样一个庸俗之辈 刘璇倒是很能忌贤肚裁 他杀掉了差点让他当不了皇帝的刘衍 但是没有政治家一网打尽的心狠手辣 他并没有把刘衍的弟弟 后来东汉的开国君主刘秀杀掉 使得刘秀在不久之后就迅速扩大自己的势力 反过来与他争夺天下 刘璇也注定不是一个开国君主 在灭掉王莽政权迁都长安后 刘璇并没有消灭其他的农民齐军 巩固自己的政权 反而是迫不及待地享受起荣华富贵 这样的帝王不被杀掉才怪 公元17年 陆林齐军在王匡和王凤的领导下在恶西一带齐 这时的刘璇也跑来参加了义军 他参加义军的原因很简单 就是为了逃避官府的追捕 他的弟弟被仇人所杀 刘璇便找了一些人替弟弟报仇 但是这仇还没有报 他的朋友就在酒宴上得罪了当地的治安官 生性懦弱胆小怕事的刘璇 怕遭不测呀 就赶紧跑路了 东躲西藏的刘璇还使出了炸死之计 来逃避官府的追捕 后来他投奔了陈牧 陈牧收留他 还委任了他一个搞后勤的小官 本来刘璇做这么个小官 清闲地度过一生也就罢了 不过这命运之神偏偏是选中了他 使他这个胆小怕事的人 当上了皇帝 名流中国史册 让他当皇帝的原因 使陆林军派系很多 无法统一 为了协调行动 各路异军都主张立一个皇帝 来总览全局 王莽是代汉自立 各路异军又都以反亲赴汉来号召 所以他们决定立一个姓刘的人做皇帝 手握重兵而又有号召力的刘璇 本来是最有希望的 但是陆林军中一些派系人忌惮判刘璇 于是呢 就找了既无兵权 而又胆小怕事的刘璇 用力为更使皇帝 公元二十三年 刘璇登坛称帝 朝见群臣 他面对坛下那些武夫 羞愧的是汉流浃背 张口结舌 说不出话来 过了半天 他才结结巴巴地宣布 剑园更使 拜王匡为定国上宫 王凤呢 为成国上宫 朱伟为大司马 刘璇为大司徒 陈牧为大司空 没当上皇帝的刘衍 把气都撒在了王莽的新朝军队上 与刘秀在昆阳大战中 以少胜多 大败了王莽的军队 将王莽逼死到了死胡同里 这两兄弟也因此是名声雀起 威名大振 刘璇自然感觉到 刘衍兄弟是踏旁之虎 于是刘璇准备杀掉刘衍和刘秀 刘璇弄了一个鸿门宴 准备杀掉刘衍 但这个刘璇呢 也许是想做当年的项羽吧 放了刘衍 不过刘璇并非项羽 他不过是因为胆怯 而没有下手罢了 刘衍总算是逃过一劫 但不久后 他手下就把他带进了金曹地府 这个手下名字叫做刘继 他倒有些匹夫之勇 听说刘璇想杀掉刘衍 便破口大骂 他的话很快传到了刘璇那里 刘璇就把这个 有勇无谋的笨蛋给抓起来 刘衍前去说情 也被刘秀抓起来 与刘继一同杀了 如果刘璇真有些政治家的素质的话 他一定会一不做二不休 再把刘衍的弟弟刘秀杀掉 可刘璇偏偏就不是一个政治家 领兵在外的刘秀啊 毕竟是一个开国君主的料 他听说兄长被杀 心里很难过 但是呢 却奔驰晚成谢罪 刘璇的官署来迎接刘继 刘继不说别的 只是引咎则己 他不敢为兄长发丧 还装出一副笑容自若的样子 刘璇见此情景很是惭愧 不杀刘秀 反而拜刘秀为破鲁大将军 封为武信侯 刘璇杀掉刘衍这个心腹之患之后 便下令手下兵分两路 向王莽所在的长安城进发 不久 他的军队就攻入长安 杀掉王莽 在攻克洛阳后 刘璇遂一都洛阳 进城那天 他和他的手下还闹出了一个大笑话 这些骑军不过是农民出身 没见过什么市民 也没有受过儒家什么礼节礼仪的培训 进入花花世界一般的洛阳 一高兴就把花的绿的全套在自己身上 趾高气阳地开进洛阳 但深受儒家思想毒害的人们 都认为这是扶妖 将有灾变 吓得跑到外地躲避去了 一都洛阳后 刘璇犯了他人生中的一个最大的错误 那就是派刘秀 经略河北 这使刘秀很快扩大了自己的势力 送走刘秀后 刘璇又于公元24年 迁都长安 进入长安后的刘璇 认为天下已定 自己已经是高枕无忧了 于是玩乐享受的性情 就又开始膨胀起来 同其他的婚君一样 刘璇也是一个纵情声色 专宠赵蒙之女 赵夫人 他把大权都交给了赵蒙 赵蒙弄权 将朝政弄得一个乱七八糟 而拥立刘璇的那些将军 本来就不把刘璇放在眼里 自然是不听他的照例 于是刚建立起来的更始政权 就开始出现危机了 刘璇在朝廷上 见了大臣面红耳赤 说不出一句话 但在后宫里和嫔妃们 却是有声有色的 他自己终日在后庭 与嫔妃们饮酒作乐 不闻正事 当大臣有事向他奏报的时候 他总是烂醉如泥 不能接见大臣 刘璇那就想了一个方法 叫适中坐在围帐内 接见大臣 刘璇宠爱韩夫人 适酒好饮 常与更始敌对饮 见到有大臣来报事 他就骂道 皇上刚刚坐下来与我饮酒 你们早不来晚不来 骗在这时来奏报 他的所作所为 引起了朝廷的不满 也被另外一支齐军所利用 这就是赤梅军 赤梅军不愿服从于刘璇 便自己也立了一个小皇子 刘盆子 建元 建世 当陆林军攻占长安之后 赤梅军也赶来瓜分胜利的果实 而更始政权 这时终于发生了内讧 赤梅军趁机进攻长安 刘璇闻讯 单其出逃 一群嫔妃们在后面 连呼带喊 后来刘璇在无奈之下 向赤梅军表示了投降 被封为长沙王 不久被赤梅军所杀 赤梅军